我經常都覺得當你開始有所謂金榜提名這些元素的時候 你才有東西要輸 相比一個可能16歲的小朋友 他沒有什麼要輸的 他就是比較衝 我記得上年即是2023年7月我做一個表演 我在彩排期間就在一個音響器材地方製作 我就經過一間房間 那間房間很暗的 它是一個擺器材的房間 但是我在房間尾我看到一盒紅色的燈 我不知道是不是紅色容易吸引人 我自己一個人走進去 我看到很多器材後面 就是房間的盡頭就有一個關公放在這裡 我就覺得很多香火的關公我見過 但是這麼多機器在旁邊有一種冰冷 我又覺得這個畫面好像有一種對比 然後放飯的時候我還跟樂隊聊 就是剛才那個畫面或者有些零碎的片段 其實它可以是一個show來的 而今次這個show我是圍繞中校人而四個字 這四個字我覺得尤其是亞洲人 就是那個那麼傳統的美德 其實它粒粒字都是很有份量的 但是我對著這四個字我就覺得 其實要做到這四個字 有沒有可能是大家都要經歷一些身不有己的東西 但是才可以成就四個那麼堂皇的字呢 也都是因為這幾個字驅使到我覺得 我那個劇本 那個劇本就不是叫金光提名 但是那個一個江湖題材 一個黑道題材的劇本 我覺得我把它放上台 那可以怎樣去做呢 如果我今次是想做一個這樣命題的show 市面上首先已經少 那我怎樣去execute呢 如果金榜提名 這個show這個意念是你們想承載的 還要是2024年頭發生的事情 變成我就要去密識不同的角色 來令到這個故事立體 那我就開始去涉獵 有什麼角色或者有什麼歌手是可以做到 那其實流行曲式的歌手 要講到這個故事想講的東西 是相對難一點的 因為始終主流的世界題材 都會離不開感情、愛情 但這個show的愛情元素是相對比較低的 但它的情意元素是高的 我就開始接觸到近年的hip hop的界別 我覺得它們都有它們的技巧 即是它們寫rap 它們寫自己成長的故事 它們選擇的詞彙 我喜歡它們那種 首先年紀因應而它們有的那種火 那種堅持 同一時間我覺得雖然它們用的詞彙 是比較貼地些 但是它們的力量是在的 我就是需要這種力量 我就是需要一種這麼直白 因為以往可能歌曲裡面的合作 很多都是要麼跟我同輩 要麼就是我的前輩 反而跟一系列後輩合作 我以往的歌曲是相對少的 那麼很多這樣的因素加加埋賣 我就叫做Line Up了今次金榜提名的這個show 今次的單位比較多 我之外就是Novovergus Pet Pat Sean 24味 Matt Force 王嘉義 即是很多年紀都是比較輕 今次這個角色叫做細鳳 他以前是一個黑道的人物 但是他現在不是 他現在就做了生意 但是這個show發生的那一晚 這個黑道裡面發生了一件事情 細鳳就收到一個電話 他要去解決今晚發生的事情 怎麼解決呢 所以今次那個方向就是圍繞著一個 黑道的堂口所發生的事情 但是裡面其實我是想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黑道的世界大家會馬上明白 但是當中不是說太多黑道的事情 反而是這一班一起成長的人 今天他們金榜提名 就是他們榜上有名 有名啦 有地位啦 有包袱啦 我經常都覺得 就是當你開始有所謂金榜提名 這些元素的時候 你才有東西要輸 就是你相比一個可能16歲的小朋友 他沒有什麼要輸的 就是比較衝啊 其實我自己做的時候 我也有想過 他是不是合適所有媒介去播放呢 但是我又覺得我的職責 其實是忠於那個命題 和那個故事 那個靈魂 至於你說 哪個平台承載到 哪個平台承載不到 其實對我來說又不是一個很天大的問題 在音樂的角度出發 我覺得做完The Album之後 當時The Album三年三張專輯這個企劃 有一段很短時間 我是覺得 其實這次我講愛情 下次我講Sci-Fi 科幻 再下一次我講經率 再下一次講懸疑 其實他可以無限地創作下去 但是這個念頭很短 很快我就覺得 那都是有一種重複 我不想重複我自己建立的模式 所以很快打燒了這個念頭之後 我覺得我想去吸收多一點 看看到底應該是怎樣 直至到 即是Around The Show 那段時間 因為我覺得 這種方式的音樂創作 亦都是離開到我的 comfort zone 因為大家有種既定 Juno 的歌 有種感覺知道是哪一類型 但這次金榜提名 可能和大家所幻想的既定的Juno模式 就很不同 裏面是有粗口 但我不覺得這個粗口是大量的 大家都清楚知道 不是代表說得多粗口 就能說到一件事 那你說那個意味或者它那個意識 裡面是否有一種淚氣在裡面呢 不多不少都會有 因為我是在說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又發生在一個這樣的背景 所以裡面那種直白 那種力量 是… 我覺得是惡的 但是它和平台承載問題 我就覺得這個… 我都頗接受的 我沒有所謂的 那你有沒有覺得 你發覺要用什麼心? 辛苦命 就是曾經覺得 就是剛才說 The Album 如果它能夠複製的時候 我就沒那麼辛苦 但是慢慢又覺得 咦?好像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可能就真的辛苦命 總是要去找一些 我想挑戰我自己創作的可能性 我覺得我的崗位有點像一個廚師 就是剛才所說 你說電影、顏色、擺設、美術、道具、剪接、配幕、聲效、演員 其實它是我的工作會遇到的素材 那你怎樣用這一系列的素材 這個就… 每個人的處理方法都不同 我覺得觀眾的耐性低了 因為選擇多了 甚至乎是可以說是去到一個 雖然我沒有反應的年代 代表我播這條片 五秒我沒有反應 我轉下一條 我覺得是這樣 雖然我入行都是二千年 但是那時候和現在都不同 那時候我們去錄音、收歌詞 哪裏有WhatsApp、哪裏有E-mail 就是一部Fax機 就上去等 上去錄音室等 刷刷出來 雖然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但是我覺得每個年代 有它不同的事物 這個就… 緊局了 只不過我回到我喜歡的工種核心 我喜歡創作 以前我做音樂時覺得每一首歌的長度 其實我比進來都是六、七分鐘 六、七分鐘你講的東西我講到多少 才會想去寫劇本,我想試一下 寫劇本的時候都沒有想過做導演 寫完之後你的劇本都寫了出來 為什麼你不自己拍起來呢 很多這樣的姻緣、制輩 我覺得如果我沒有這樣做 它又不會出現拍完《殭屍》之後就是羅生門 羅生門之後是《風林火山》 《風林火山》之後就是《歌曲》 《歌曲》之後就是不同類型的表演 全部都跟我覺得成長有關係 《風林火山》的一部份你做不到的 宣傳發行部門就不關我事的 我的工作其實現在都是我的後期工作 因為我寫的時候已經知道後期是很沉重的 拍完之後我們進行後期工作 然後就是《風林火山》 變了很多平時覺得很容易處理到的問題 都變成一個問題 例如演員配音已經是一個問題 你要非演員過來配音 在《風林火山》的期間 反而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也很難實行到的事 COVID 完結後就反而叫做正常 大家可以繼續去做後期的工作 當然這幾年也都出現 例如《八本龍一》先生他離開了 他又有份去配這部電影 所以我就要幫他去原先賣 即是混賣 調節賣所有他做下去的事 一直都在進展 其實投資方也跟我談過 關於什麼時候是適合的 去上映這部電影 在一個創作者的角度 我當然想越快越好 但始終後期製造需要時間 但都是進度良好的 即是有更多的身份 即是可能結婚了 就沒有了 沒有一個身家的身份 反而我覺得創作有關我就有興趣 小朋友就誤曉了 搞不定 可能太多事想做 可能沒有一個合適的時候 近年的工作量 那個龐大不是說有多密 是每一樣工作 其實它是牽涉著 以年計的行動 所以轉眼間都快要40 所以想法又不同 看拍也不同 我28歲拍《殭屍》 那個可以拍到這麼長時間 跟我32歲拍《楓林》 已經有不同的分別 但都還好 還OK 對於門的 是建議 從大街上 就行 寧靜 在認請 尖門 很大 天吻 入別人 今天 我們不借